你现在在听着的《沙冷气九中序》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我是Hitsap 正安部的《沙冷气》 以及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郑Eric就说我回大陆就随便蒸馏水买来喝 国内其实很少蒸馏水 你留意一下国内主要是卖纯正水 那些桶装水的大部分都是纯正水 在国内卖的品牌大部分都是安全的 现在龙夫山泉做他的经销商就危险了 因为他加了价 现在我听到的消息就是 龙夫山泉搞到经销商都不卖他的货 但是龙夫山泉自己有直销的 所以龙夫山泉那个大佬做生意的手法 当然是有些人不喜欢的 他会被人攻击的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做生意的手法 基本上都是要赚到尽的 是对不对的 有些人的看法很简单 做商人赚到尽就没所谓了 有些人说龙夫山泉水喝到尽就很舒服 其实他们的味道是可以的 为什么我说他们的味道是可以的 其实我自己也有喝龙夫山泉的水 他们的瓶装水的味道 口味是做得好的 你说为什么有每公升三微黑的臭酸炎 这些没办法的 每公升三微黑都很少而已 对不对 那不要紧了 现在说一下尿妈忌 为什么又要说尿妈忌 为什么尿妈忌又会引成黄蓝之争 这些男友 有些人戒定为男友的人 我也是说他们戒定的 就是说尿妈忌 他将在大陆买的富裕 分装 分装就放在瓶里 拿去买 所以就是骗人 现在说这一类言论的人 有些人就会把他戒定为蓝丝 但是我觉得这样说也没问题 为什么我说这样说也没问题 事实上的工序就是 拿了一些白腐乳 然后将他进入另外的瓶里 另外的瓶就加了辣椒 玫瑰露 还有加了麻油 他不是没有做事的 他这一部分是有做事的 还有呢 这个说尿妈忌是骗人的人 当然是不吃尿妈忌的东西 对不对 他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也OK的 但是你说有这些看法是不是男人 我就告诉你 你用黄蓝去戒定这件事 是绝对不准确的 因为呢 现在他在说他的看法而已 不代表他有其他政治取态的嘛 是不是呢? 现在有些人就将什么人 戒定为黄友呢? 我说一件事有些人是怎样戒定的 怎样划线 就是支持尿妈忌的人 一早就说尿妈忌是给食环搞他那些人 在食安中心搞他那些人 就是黄友 那食安中心有没有搞尿妈忌? 尿妈忌他自己之后也呈证回来没有 为什么之后也呈证回来没有? 事实上是没有的嘛 不过呢 他们验完之后 就是食安中心验完他们的产品 有些群多的 有些人的戏当然不相信 不相信就报冬章 你报冬章之后 你以为食安中心 会屈服在媒体的压力给你过吗? 当然是不会的 说真的 如果你是做饮食业的 你去报冬章 我认为这些已经是很疯狂的事了 你当然想尽办法 让自己的产品合规格 达标的 没有理由 走去东章那里 其实 证军法律员就说 能分成黄蓝 就是什么都盲撑了 其实 这些事情不是可以分成黄蓝的 现在有些人说那些黄友都走出来 但是问题是这件事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我的看法 也跟那些男友 或者被界定男友的人 就是他们只是把附与分货 我都不认为这个说法是准确的 为什么我不认为这个说法是准确的 其实我在节目里有提过 有些产品 基本上你买了另一间公司的产品 然后再做一些加工 再做一些加工就成为了你自己的产品 在外国有些产品是很像富裕的 之前我一次没有说的了 其实就是 Marinated Gold Cheese 就是这个醃过的羊奶芝士 这个羊奶芝士原本是什么呢? 是Fetta Cheese 这个Fetta Cheese 本来是羊奶做的 你说醃过羊奶芝士的人 究竟是不是自己从羊奶芝士开始做起 其实很多事实不是 很多都是买其他一些Fetta 其他一些公司的Fetta 然后再做小粒 然后再进入瓶子里腌 事实上是在外国有这样的工厂 所以你说 尿妈忌完全没有加工 我认为不是 当然我这样的看法 两边都很厉害的 因为我也不支持尿妈做的事 为什么我不支持尿妈做的事呢? 因为她连最基本的 很科学的去管理她自己的 食品工厂都做不到 这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也不可以赖食安中心 到最后他们也不能赖食安中心 事实上是 所以有些事情你不可以说 黄友说的是对 或者男友说的是对 其实他们两边 互相画一条线 说对方是黄 说对方是黄 对方是蓝 他们也不是很客观去看这件事的 尿妈忌真正有问题的地方是 他们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 他们怎么做也是有责任的 你想想如果他们要卖一个产品 卖一个产品的时候 他们要确保这个产品符合食安的规则 那当然是要的 对吧 他们要做食品厂 对吧 当然有些人觉得 没有所谓 他们是传统的 所以安全 我觉得这些太盲目了 明明现在验到的数字也是有问题的 对吧 如果你验到的数字是有问题的 你都敢吃 那我认为自己是勇者 是勇者 尿妈忌之前我也说过 所以那些节目我都放在《魔神骗车辑部》 我刚刚才放了上去 如果你还没听就可以再听 Ben Tonny就说 第四代自己也不想做 没有上心 怎么会好呢 问题就是 他们想到一个方法 是解决了某些难题 就是他们在大陆入白富裕 他是解决了一个难题 因为他们说他做富裕也有困难 他过不了排污 先当他是真的 不要假定他是假的 先当他是真的 我假定他是真的 那么 他们也是要有Batch Number 结果他们也是没有的 就是你做一批食物出来 一定要有批刺 你连批刺也没有 是不是 我不是 我有此日期前食用最佳的日子 就当是批刺 这是两个东西 你根本自己一批货 就一定要有批刺 其实就是 所以 尿马记本身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骗人 又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 为什么 骗人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 做任何东西都好 你都会有Marketing Marketing 里面一定有夸大的成分 一定有误度 一定有夸大 好像农夫山泉的品牌 有没有误度人认为他是山泉水 英文的品牌叫做农夫Spring Spring就是抗泉水 他不是抗泉水 他自己也说 其实他是有误度人 以为他的产品是抗泉水 在某程度上 但是他不是犯法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做广告而已 OK 好了 现在有些人骂尿马记 不是啊 他上电视说 要用锅子去炒黄豆 然后做豆浆 炒豆浆不是炒黄豆 炒豆浆 用石膜去磨豆浆 就是这么说 我从来都没有信过这些大话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量 你自己的产品卖多少才可以 你败的量 你用这些手作模式做不到 人们一看都知道 你只是说大话 你假扮是artisan 假扮是 就是传统的做法去做而已 那算不算是 違法欺骗诈骗 我认为 这些也不算 为什么呢 他只是拍过广告特輯而已 严格来说 他在开电视拍的影片 那些就是广告杂志 广告特輯 你当是广告的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很多东西都会夸大 在澳门可以买 那些是毛花果 毛花果是什么 那些毛花果是 王母娘娘的盆图 他说是这样写的 他说 跨到这么大 就可以没有问题的 跨大一点就不行 那 廣告是不是也有跨大 那现实就是 是 好了 丁又说 最劲爆的那句 有问题的那批 估计大家都差不多吃光了 吃光了 你不用换给别人 其实说真的 他们基本上没有承担 其实我在节目里说过 他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对自己的出品 都是没有承担的 这是他们最大的 就是尿妈记最大的问题 跟别人分黄男 就是说某些意见是黄 某些意见是黄 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有些人 当然觉得那些黄人都出来了 但是 你不要因为别人有某种意见 你把别人界定为黄人 也不要因为别人有某种意见 就把他界定为男人 这个对社会来说也不健康 社会是可以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意见的 是不是 男友都可以很喜欢吃尿妈记的富裕 他的政治倾向是男的 所以你们所说的 有些人 他都可以喜欢吃尿妈记 都可以相信尿妈记的四代目 是不是 有些事情 不需要这样分黄男 不需要把某些人的意见 一刀就画了他是黄 或者画了他是男 对他的社会是没有好处的 现实是 是不是 他发自在就说走过他的店铺 都没有做豆瓶味 做豆瓶有很大的味道 其实豆瓶是很腥的 你有没有自己做过豆瓶 你有自己做过豆瓶 其实都知道豆瓶本身是很腥的 我试过在家里做豆瓶 你开着七榴烟机 外面整条街上都闻到有黄豆的腥味 我不是开玩笑的 有些人说明是自己没有做的 那些人是交来的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 现在你在香港市面的餐厅喝豆瓶 大部分的餐厅基本上 那些豆瓶都是用豆瓶粉冲给你喝的 我说过实情 不要以为有鲜豆瓶 绝大部分都是用粉冲出来的 你不要以为他们自制豆瓶 很多地方都没有 因为自制豆瓶的人工也是太辛苦 太多了 不如你自己去买个破壁机 如果你想喝豆瓶 因为喝鲜豆瓶 你买个破壁机自己在家里做好 你自己在家里做一个 豆瓶来喝 有部破壁机也很便宜 我只是说个事实 那乍先生就说 以事论事哪有这么多政治考虑 当然没有这么多政治考虑 这些根本不应该牵涉政治 有些人想把他扯回到政治 就说这些是本土品牌 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你不支持 你就是蓝的 有些人就这么说 另外那边就说 你不狂骂尿妈记 你就是黄的 尿妈记骗人 当你说别人骗人 你定标准太低的时候 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骗人 或者你定标准太高 视乎你怎么看 就是 定标准出来 你和法律是有差别的 其实已经 我觉得 不太好 我的看法就是 好了 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讲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儿 中文字幕制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